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秋又大V开启热聊 几乎所有东西都在改变那些不怎么改变的要么彻底被遗忘要么更加引人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奔驰积极的关注度不降反增 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经典 普通的家用车五套外观设计的寿命是六到七年 而这个大方盒子已经延续了几十年 经典设计加时间沉淀最终会升级成一种符号 当你有了很多钱想买一台SUV的时候 似乎始终绕不过一台大技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绕不开其实是不存在的 因为真的很贵 黑色的车标 黑色的中网 黑色的轮圈 黑色车顶 这听起来像是一台年轻人的运动钢炮 但其实是1858,800的奔驰G500暗夜特别版 甚至还有24种车漆供你选择 价格从免费到6万5千人民币不等 你听懂了没有 绕不开只是花钱的借口而已 有了一整套黑色的武装 你可以把自己藏匿在夜色当中 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 开着这么一台车型 不管是白天还是暗夜 不管有没有拉差的胡子 或者一杯Dry Martini 你都是众人的焦点 躲不掉的 后备箱最有意思的 不是挂钩 不是锚点 不是网兜 也不是电源 而是这一整张真皮 和内饰颜色保持一致 本质上说 它和女人的钻戒 男人的谎言一样 没有什么用 但是讨你欢心 有奇效 跟方盒子造型 一起保留下来的 还有门锁的声音 很多车主甚至反馈说 这种声音有解压的功能 摔车门不心疼 反而很爽 这种快乐 你一定要用心去体会一下 车里的色彩非常丰富 这辆试下车 有红色的安全带 蓝色的真皮 深灰色的阿尔肯塔拉顶棚 银色的柏林支撑音响 彩色的大连屏 64色的氛围灯 还有暗夜特别版 最重要的黑色火焰纹 开孔型层幕幕式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 中共台三把锁的开关 这就是开头所说经典的一部分 我可以不用 但是你必须要有 后排腿部空间是真的小 只有一拳多 但坐姿也是真的高 这个位置完全可以当扶手来用 坐以加热 坐以通风 独立空调 拓展电源等等配置都是有的 但是这些完全不重要 因为买技的人 家里肯定好几台车 走吧 把这车开起来聊两句 首先第一点就是高 这个车真的是特别高 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不是经常被公交师傅俯视 但是这辆车 你们就有机会跟它平等的对视 甚至有时候你可以俯视它 那你日常在路上看到的 Q7啊 GRE啊 X5啊 这些往常印象当中的大车 在这台车面前都是弟弟啊 就是Q8G 我已经看到你们的车顶了 就那种感觉啊 虽然真正的车主不会说这些话啊 但是这个心理活动大概是这样的 那这个高带来的实际的意义的好处啊 除了你心理上这种满足感 还是视野上的开阔感 因为你可以提前看到 三四个红绿灯以外的路况 你完全可以做一些提前的预判 但是要提醒一句 这个车的盲区 尤其左右两侧确实挺大 轻轻松松就能藏下一个正常尺寸的家用轿车 有时候我并线都快过去 突然发现还有一个车吓一跳 如果你把这个车买回家 一定要跟它多磨合磨合 第二点呢 是这个座椅加热的力度 通风的力度 座椅按摩的力度都特别到位 所以现在这种炎热的天气条件下 我开着空调 开着座椅通风 再开着座椅按摩 给你们讲这个车的感受 我觉得我的职业好幸福 同时它还有奔驰的主动安全技术在里面 比如说你的转弯的速度 稍微快了一点的话 它会在侧向 给你一个相应的主动支撑 再比如你的并线动作 稍微鲁莽了一些 它监测到你的车身姿态不太正常 它会把主动的两侧全部给你捏紧 让你更好的固定在座位上 其实很多年前的奔驰S以上 都已经用了这个技术 会让你觉得这种设计 真的是挺贴心的 第三个重点 跟你们聊一聊动力感的时候 这个4.0T V8 双涡轮增压 421马力 616米 91T倍速箱 全14区 V8的机器 最动听的部分 就是那个煮开水的声音 就这个感觉特别好 然后呢 当你身材油门急加速的时候 找你 你就瞬间把自己变成了海绵宝宝 瞪大了 双眼 好happy 这个片子的前半程 我一直在非常努力的装逼 保持这个腔调 但是当我身材油门之后 实在是hold不住了 这个沙雕本性必不无疑 小200万的动力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了 就这个车虽然它是一个上手 很轻松 很好开的 这么大体型的SUV 但是你不要对操控有太高的要求 当你做一些激烈一点的动作的时候 车身的侧倾还是挺明显的 总之你不要把它当跑车来开就好了 我不知道G63会怎么样 G500的侧倾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要习惯一下 正确的开法 你就是像我一样 保持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 该快就快 该慢就慢 非常从容的看着眼前 这一片人生道路 这就是大计正确的打开方式 片子的最后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 2.0T的G350确定要来 它的价位肯定会比G500 G63要便宜很多 虽然我还是买不起 但是我听到这个消息 还是感觉很开心的 就好像你梦想中的女神 主动向你走近了你 这就是今天的老司机试车 我是老胡 咱们下次再聊 拜拜